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魔咒之地的故事描述了主角弗雷从纽约穿越到异世界后 与拥有异式的魔法闭环阿靠一起寻找回家之路的过程 只要看过游戏画面 很难不被华丽的特效与跑酷魔法留下深刻印象 也因此排入了这次的排行榜中 目前游戏也已经释出4玩版 相信有不少人玩过了 刚上手的时候要兼顾切换攻击与瞄准难免手忙脚乱 而且锁定机制也还有改善空间 不过游戏发售日定在今年1月24号大年初三 这则影片上架后没几天就有正式版了 这款原Final Fantasy 15团队开发的作品 能不能够帮S1社创造出高含金量的IP呢? 如果你已经玩过了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第九名《奇路旅人2》又是另一款S1社的作品 一代的时候把HD2D这种像素融合3D的美术概念呈现给大家 让老玩家重温像素风的感动 同时又让新世代玩家感到耳目一新 虽然战斗也使用传统的回合剂 但BP点数与破防系统增添了战斗深度 加上副职业系统让战斗玩起来一点都不无聊 二代目前公布了潜力这个像必杀技的概念 也新增了航海元素 可以去寻找One Piece啦! 相信故事中的旅程会更加有趣 这款强力续作怎么能不上榜呢? 2月24号就发售了 买起来过个充实的228年假吧! 和风加上狩猎魔物 我们再讲的可不是魔物猎人崛起 而是狂野之心 这款新作是一页在魔物猎人架构中的一次大胆尝试 透过落藻系统 玩家能够在狩猎过程搭起宽墙或高塔 防御同时也能一要而下进行斩棘 还有像是锯锤陷阱或定身陷阱等 相较于魔物猎人系列 让玩家有了更多想象 或许不善于精密操作的玩家 也能在狂野之心中成为优质猎人 游戏目前也有了试玩版 有许多回馈都围绕在打击感不足 物体碰撞不够扎实等 希望这些感官上的回馈感不足 能够在2月17号发售时能够改善啰 是的是的编辑们都知道格斗游戏偏小众 但是这次快打旋风6真的太有诚意了 首先单人剧情有了开放世界 玩家能够成为系列经典角色的弟子 进而向许多NPC挑战 多样化的自定外观也是一大亮点 让大家线上对战的对战大堂设计得十分华丽 还有极限战斗这种加入道具与场地机制的欢乐模式 还加入许多小游戏 目的就是让新手玩得开心 除了加强社交与欢乐氛围等吸引新玩家的手段 这次新增的动力系统 简化了战斗 还有支援一键必杀技的现代操作 让新玩家轻松好上手 越想真的让人越想玩啊 游戏目前预计今年6月2号发售 就再等等看吧 目前的游戏市场魂系列当到 当然要出过三国版本 照顾一下东方玩家 由人王系列的监制 丹田文艳率领听令甲 与血缘诅咒制作人 3D真皇打造了新作 卧龙苍天陨落 想必大家期待已久了吧 既然是出自听令甲之手 战斗部分自然不用太担心 在三国背景中 加入妖怪设定与香亭关卡设计 都有满满的人王感 但独特的士气系统 带来了全新玩法 只要收集军旗提升士气后 角色强度就会大幅提升 让玩家在关卡中 思考攻略路径时 多了一层深度 等到3月3号上市的时候 不要忘了去支持一下哦 要说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还是要说编辑们口闲提振值呢 这阵子风波比较多的暴雪 尝试力挽狂烂的连度大作 暗黑破坏神4 依然被排到了 这次十大期待排行榜中 前阵子暗黑破坏神 永生不朽 虽然游戏感还不错 但毕竟是个课掌游戏 而在Metacritic上面 被刷到超低分 斗争特攻2上下之后 身世也依然没有起色 幸好去年底 TGA大奖的时候 释出了暗黑破坏神4的日期 预告影片 果然暴雪还适合会做影片啊 看完以后 还是对它抱有一丝期待 这次四代将采用开放世界的做法 地图大上许多 所以也新增了作息系统 目前看来交易机制 也有所限制 避免三代玩家过于依赖交易所 而丧失达宝乐趣的窘境 四代到底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还是有点小期待啊 从1997年首次发行小说的哈利波特 当然不乏广大的粉丝支持 虽然也不时改编成游戏 但始终没有一款决定性的3A级作品出现 所以当霍格华智的传承出现时 马上吸引大家目光 这很可能是小说发行至今25年以来 最优秀的哈利波特游戏 这次玩家将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 进行原创小说中没有的探险旅程 在霍格华之中 进修或者和NPC们进行交流 也有天赋点数等系统 能培养出独一无二的流派 最让人期待的 当然是流畅无比的战斗场面 学到的药草学 魔法植物等也能派上用场 还能骑着失丘 探索广大的魔法世界 就算不是哈利波特的粉丝 这款游戏也绝对值得一试 一款大家都玩过的重制游戏 依然排在排行榜上前三名 二灵古堡式重制版 就是有这么受到大家期待 虽然二三代都已经重制过了 而且品质也都不错 四代的推出也在玩家的预料之内 但正式消息发布时 大家还是会忍不住把期待度拉满 2005年的四代 引入了划时代的肩后视角 带来更多样的动作 与强大的压迫感 玩家们也对胡植组等BOSS 留下深刻印象 游逼模式 更是许多玩家们乐于挑战的系统 这次重制版 它普通似乎很懂玩家们的恶趣味 原本就有人专列小刀破关 这次就把小刀的戏份加重 让它能够挡电锯之余 也成为能够升级的武器之一 本来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的 行李箱排列系统也完美保留 当然画面是全面提升 血腥更上一层楼 剧情也重新编写过 让人想到一代的重制版中 丽莎剧情重新编排的小惊喜 这次的经典重制 当然不能轻易放过 在FF15后续DLC砍掉 制作人也跟着离职 可说是烂尾的脉络下 FF16不止玩家在昂首期待 S1射自己想必也是寄予厚望 但无奈碰到疫情影响 原本想在2022系列35周年发行的 FF16被延到2023 不过幸好日期已经定出来了 6月22号夏天的时候就会上市 这代的故事讲述着 沉浸与神明宣战的人类们 战败后只能在母水晶旁生活 并寻求庇护 突然间召唤兽伊福利特的出现 引发了召唤兽大战 因此围绕着召唤兽的华丽史诗 就此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人 请到FF14的制作人 吉田植树进行担当 这个曾经拯救过FF14的男人 在FF15平价低落的亚历下 这次又来当救火队 不知道能不能再次拉抬 FF系列的身世呢 王者中的王者 撒打传说旷野知习的续作 撒打传说王国之类 毫无悬念的荣登2023 最期待排行榜第一位 在前作史上无敌超级好评 甚至游戏卖得比主机还好的绅士下 王国之类当然也是期待度拉到全满 从2019年知道续作开发以后 本来以为还要等个五六年 没想到三年后大学还没毕业 就要准备推出拉 虽然目前游戏资讯还不多 但我们或许可以做个简单的想象 穆修拉的假面 与王国之类两个作品 都分别继承了十字笛 和旷野知习两大剧作的架构 这在萨尔达传说系列中是非常罕见的 而穆修拉的假面 被认为是系列中最黑暗诡诀的一代 而王国之类的标题 可能也隐喻了剧情中的悲伤成分 再加上制作人清早英俄 在2019年受访时 曾表示这款游戏 有受到辟邪狂杀2的影响 嗯... 老任是不是真的要搞事啊 但不管剧情是哭 还是笑 5月12号这天记得空下来 我们来一起共同面对吧 以上就是这次2023十大期待的排行榜 不知道跟你们的想象有没有一样呢 这次大部分作品都是续作 再扣掉霍格华之的传承 霍龙苍天雨落 这两款使用既有背景的作品后 只有魔咒之地和狂野之星 两部作品是少见的全新IP 很值得大家多多关注 另外就是这次上榜的作品 都已经有明确的发售日期 这对于玩家来说 当然是好事一件 也都很凑巧的集中在上半年发售 当然这十款也够玩了 不过还是希望能够在今年下半年 有更多跌破大家眼镜的黑马出现 有哪些游戏是你十分期待 却没有在榜上的吗 或是你也有自己排了最期待的前十名呢 欢迎留言分享告诉我们 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